这礼拜我们要为您推出缅甸烟消系列特别报道 2021年2月缅甸爆发了军事政变 之后缅甸内部反抗军政权的抗争不断 双方将持将近三年 2023年10月底缅甸东部北部等地都爆发反抗军的反攻潮 并且成功夺下许多缅甸军方占领的城市与要塞 让缅甸反独裁长时间的低迷 出现了新的希望 独立特派议员特约记者杨志强与苏维明深入缅甸丛林 独家采访到在这三年来与缅甸军政府交战的 其中一支反抗军部队 这些政变前只是一般平民 政变后却义无反顾投入反抗军的年轻人们 透过镜头诉说他们反抗的决心 以及心酸血泪 三个半小时的飞机飞到曼谷 再搭巴士抵达太陸边境 跨越国界进入饱受战乱的缅甸 这支受访的反抗军部队 在我们抵达的前一个礼拜 仍在跟缅军交火 不过 上去了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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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的 没有啦 没有啦 你要不要罗马的 抓住他 2021年军事政变让整个国家陷入长期动乱 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加入反抗军 提起枪上战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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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离开城市将近三年 他们来自缅甸各地 到这里一起吃饭 睡觉 踢球 战友们 勤同手足 他们的背景不同 但有着相同的信念 就是推翻独裁政权 夺回过去自由的生活方式 还有自己 跟缅甸的未来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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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岁的反抗军胜功 打了将近三年的仗 着手臂第三次被步枪榴弹击中 战场经验丰富 已经算是老兵的资格 但是他在2021年以前 是一位 连强声都没有听过的年轻人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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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队伍遭到军方暴力镇压 胜功熟悉的缅甸被夺走了 而他无能为力 他这才晓得 和平抗议在铁削与步枪打造的军事独裁面前 并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2021年3月 他自愿接受反抗军的军事训练 成为了数万缅甸年轻人的缩影 他们放弃了原本的日常生活 进入缅甸的丛林中 跟军政府打个邮寄战 为了要进入反抗军的所在地 采访团队搭了三个半小时的飞机 从台北飞到曼谷 再搭了八个小时的巴士 到泰国与缅甸的边境 要进入烽火连天的缅甸并不容易 经过了几天的协调 并且多次更变行程 最后熟悉反抗军的中间人 开着小卡车带我们出发 跨越泰缅边境的检查哨 进入缅甸国土后 原本平潭的柏油路 变成了崎岖颠簸的红泥土路 路上行人看我们的眼光 也多了几分警戒 带着忐忑的心情 小卡车抵达简易的木制哨口 柵栏升旗后 穿着简易军装的反抗军 向我们行礼 这里就是缅甸丛林里 反抗军驻扎的秘密基地 拨开云雾在国境的另一边 我们获得了特殊的许可 进入圣公所在的反抗军部队 这是一支从来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的队伍 他们有一个威武的名字 蒙虎特殊部队 参加的是一个威武的名字 有点特殊主要紧客 是个威武的名字 那些人的威武的名字 我记得这些威武的名字 在外国方面存在的 女性们的那些威武的名字 这些威武的名字 她是一名的 是 apples 就是说 口号整齐划一 圣公跟蒙虎特殊部队的成员全副武装 集合听从指挥官训话 缅甸全境有超过300支 跟蒙虎特殊部队类似的反抗军 从2021年政变过后 就分布在缅甸各地 时不时会与缅军交战 蒙虎特殊部队主要的任务是埋伏与突击 因此时常会跟敌方近距交战 这是在2023年11月 他们跟缅军作战时 在弹药武器不足的状态下 面对缅军的优势火力跟战机空袭 他们打得相当吃力 他们打包了 他们就独立了 他们打不动 他们有家人 他们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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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尾尔 有关 mpfen 有关 gotten 因為武器水準差距太大 反抗軍必須且戰且走 蒙古特殊部隊的營災 在幾個月前也遭到空襲 複製一具後才搬到現在的據點 緬甸的內戰至今已經將近三年 總共已經有超過兩萬五千多人 遭到逮捕 一萬九千多人現在仍被關在監獄中 並且被關在監獄中 緬甸的內戰至今已經將近三年 總共已經有超過兩萬五千多人 遭到逮捕 一萬九千多人現在仍被關在監獄中 並且戰爭已經造成了有四千兩百多人死亡 而這個數字每天都還在攀升 記得現在所在的位置距離泰國邊境只有十分鐘的車程 這裡是緬甸反抗軍的軍營 在這個軍營裡面總共約六十人的部隊裡 組成成員包括打了幾十年戰爭的克倫民主反抗軍 還有2021年政變過後才加入的年輕人 聖金板戰的老兵手把手帶著年輕人上戰場同生共死 而在兩年半前的新兵現在經過的戰火洗禮後 在他們的臉上也多了幾道深刻的痕跡 聖宮是2021年政變之後才提起槍反抗獨裁 但是身為蒙虎特殊部隊的指揮官拉波 從十一歲開始就加入克倫族的反抗軍 擁有超過了二十年反抗軍事獨裁的經驗 戰爭的殘酷對他來說已經是日常 讓他真正害怕的是其他事物 我們在這裡沒有 在這裡沒有在這裡沒有在這裡 在這裡沒有在這裡沒有在這裡 在這裡沒有在這裡沒有在這裡的平能 沒有在這裡沒有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也沒在這裡 inäister ו daqui1400還會突然 就是犯人家 的 1100還就很高 他說就是犯人家的 chopped臉 但問題��면怎麼這麼高 今天的行程比較輕鬆 大伙兒坐上卡車進入附近的村莊 採買補給品 在叢林中、戰場上 他們必須相當節省 但只要有外人來到他們的軍營裡 他們就會有額外的錢可以買甜點 暫時放下緊張的戒備 拉伯為了款待兄弟們 上週在戰場上的表現優異 他只是下屬殺一隻羊 跟從台灣來的採訪團隊 一起享用難得的羊肉大餐 在這裡部隊的武器 除了在戰場上殺地繳獲之外 他們也會跟來自泰國的軍火前客 購買槍枝 但因為部隊的經濟來源 多數都是來自於海外緬甸人的捐款 金額不多 所以他們每一支槍 每一發子彈 都要斤斤計較 節省著用 但是就算是大家情同手足 只要有比賽拆裝武器的日子 每個人一個比一個還要認真 這 孩子alingド馬 學走 人們首先 吉繁等 都是 發 沒 不會 我們就麻煩了 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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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跟著拉波出生入死的戰友之外 妻子是她最大的支柱 在戰場上 她們互相扶持 剛才我曾經過 剛才我曾經過 剛才我曾經過四十歲 我曾經過四十歲 我曾經過四十歲 一會 枪砲煙燒下再一次 生離死別、戰場上的愛情 結局通常非常極端 也很脆弱 但他們仍抱著希望 一起走下去 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一起吃飯 猛虎特殊部隊每天吃完晚餐後 大約七點 大部分的營火都要關閉 只能留下小盞的照明燈火 入夜之前大家習慣在 唯一有亮光的哨戰聊天打屁 準備就請 清晨五點多天還沒亮 猛虎特殊部隊起床集合 士兵們掃地、嬌花 整理自己的內務跟服裝儀容 士兵們早上匯聚在一起生活、取暖 一天一天的過去 這場仗打了三年 離開家也是三年 這一天指揮官忽然要大家緊急集合 拉波一邊跟電話裡的那坨友軍通話 一邊向部隊透露了準備上前線的消息 他的其實就是五點 尖跑了 他不會中心機 可以嗎 你這樣嘆不來嗎 我現在就有狠狠 你這樣犯了嗎 你這樣犯了嗎 你這樣做來吧 你這樣就ritt 你這樣做了嗎 不用急 你這樣做了嗎 你這樣做嗎 好像全部都不去呢 本来都穿着便服的士兵们 接到紧急出发的命令后 马上回帐篷着装 整理需要的物品 穿上军服 拿好各式武器 军营里弥漫着一股低气压 大家的沉重心情 全部写在脸上 根据克伦邦的传统 拉伯与棋子会在部队出发之前 举行简单的祈福仪式 将特殊的石头磨成粉末 跟水混合后 洒在士兵的头上背上 并且也会给予部队成员 特殊的信物 让他们带在身上 像是护身符一样保佑平安 我要来来护蜜蜜 护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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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蜜蜜蜜蜜 大家在下午还在唱歌同乐 傍晚就要回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有人可能会在这次的战斗中中中弹 或是踩到地雷 又或者是被空袭轰炸 大家是不是可以再重逢 再回到营区里 一起唱歌踢球 没有人知道 大伙们在出发之前 举起三只手指照相 留下他们反抗独裁政权的照片 要上前线的士兵跳上卡车 留下来的人们在门口 向他们敬礼 给予祝福 遍布在缅甸各地 数万名的缅甸反抗军 在将近三年里 不断地重复 类似蒙虎特殊部队的日常 就是为了他们共同的信念而战 而那个盼望 就是推翻军事独裁 来恢复民主制度 返回到家中跟亲人团聚 回到三年前那种 被称为是平凡简单的日常生活 面殿年轻的抗争者们 有些留在丛林中 继续对抗军政府 有些则因为军政府的追捕 被迫流亡他乡 他们如何坚持这份反抗的韧性 及力量 下个阶段的节目 我们继续带您到第一线 进行深入观察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他们可以设置 在碰面呢 再来治愈的 内容 在擺在内容 关注 点击